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把公司的印章都交给我保管 我有责任帮他看好公司的 那我打电话给爸 把这些东西交给别人 没用的 能打通的话我早就打了 他们出国之后电话打不通 也不在网上 怎么都联系不上 现在竟然有人 在海外大量地收购安市的股票 查看我真是焦头烂目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我怕你继续待在公司 你的身心会负担过重 其实公司我也有责任 不如你回来 有我出面 不行 这怎么能行呢 你的身体不好根本撑不住的 如果爸知道了 他也不会让你去的 我没事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一定要查出这个幕后主谋是谁 才能解决问题 雅康 你别担心 等这件事情告一段落 我们一家散口就出国 好不好 我不像你为了工作 情绪再次受到伤害 你回到公司上班 目的就是为了转移注意力 是吗 该不该继续工作 你好好考虑一下 阁长走 谁让你自作主张的 谁让你把预算表上单位给改了的 是因为这预算表上有单位是错的 所以 谁说有错的 你说有错就有错啊 一会儿开会主管怪罪下来 你能承担责任吗 对不起 说对不起有用吗 马上就要开会了 高科省 张闭医生 你好 不好意思啊 昨天实在太忙了 我把预算表上的单位给打错了 这份才是正确的 你看看 可不可以麻烦你们重打一份 不好意思啊 时间挺紧的 这个啊 我早就发现了 你看 我都改好了 你看哪儿还有错 高科长 真有你的 幸好有你替我修改 今天早上我都快急出病来了 太谢谢了 哪里的话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我们总务科不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吗 谢谢 谢谢啊 这件事情我记在心上了 对了 总裁好像有紧急的事情要找你 麻烦你再过去一趟 好啊 那我有事先去忙了啊 好 再见啊 有空一块儿吃饭啊 你得意了 没有 我告诉你 以后遇到这样的事 你得先告诉我 不要再自作主张了 知道吗 我知道了 总裁 您找我 昨天派人收拾过我办公室吗 怎么了 我的优盘不见了 里面存着重要的文件 你赶快派人去找去 哦 可能是打扫人员把他当垃圾收走了 您别着急 抓紧 抓紧 我立刻派人去找 抓紧 抓紧 那总裁的优盘你看到了吗 没有啊 那不应该啊 总裁说明明就在桌上了 如果不是你的疏忽 怎么会不见了呢 我真的没有看到 我不管你看没看到 总之你今天必须把它找到 总裁说里面有相当重要的文件 如果你找不回来 今天就是你在公司待的最后一天 你愣着干什么呀 还不赶紧去找 立刻 快去 是 师父 麻烦你等一下 有事吗 小姐 我昨天可能把一个重要的优盘 当成垃圾扔掉了 能让我找一下吗 我不会耽误你太长时间的 呃 可以是可以 不过我不会帮你找的 要找你自己找的 真是当然 麻烦你了 谢谢你啊 我会抓紧时间的 快点啊 陈华 唐阿姨 你怎么在这儿 翻垃圾啊 哦 总裁有一个很重要的优盘 好像被我当成垃圾扔掉了 我们科长说 如果找不到 可能会给公司造成很大的损失 是吗 唐阿姨 你别动手了 这垃圾又臭又脏的 没事 两个人找比较快嘛 来 人理好 颜色 情分成垃圾 你怎么来 你还想去哪眼 来 个人 你好 你们 你们 这什么意思 你们拍这些照片来威胁我吗 我早就告诉过你 要你别把我假流产的事说出去 可你就是不听 是不是成化对你来说 比我这个妹妹还重要 说句公道话 看到你这样一直错下去 还真的挺难受的 这对安家也是一种伤害 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余地 自从你进了安家以后 我们的日子就没有一天安宁过 丽娜跟着你 什么都没有学会 倒是学会了欺骗威胁 还用在自己家人身上 少君 你还真有一套啊 大哥 你对我的误会还真是挺深的 但是我能理解 这都是成化跟你说的吗 你又想把责任推到小城身上吗 少君 你简直丧心病狂啊你 住口 你有什么资格骂他呀 你一直不听父母的告解 你也对不起大嫂和安琪 你现在连我这个妹妹也不顾了 好吧 那你就别怪我把事情给做绝了 李娜 你要去哪里 我去把你跟陈化的好事全抖出来 你别诬陷我 我跟小生之间根本什么都没有 这照片上拍得清清楚楚 我倒要看看大嫂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 你 等等 李娜 有话好好说 你现在去找大嫂 岂不是成了破坏大哥和大嫂家庭的帮凶了吗 再说了 大嫂刚走出阴影 你要再刺激她 她会崩溃的 大哥 你说是吧 你们到底要我做什么 大哥 其实事情很简单 我们想要霸的印章和保险柜的钥匙 只要你想办法让大嫂交出印章和保险柜的钥匙 那这些照片 就不存在了 你们要拿印章和保险柜钥匙做什么 难道你想霸占安家的资产吗 大哥 你觉得我们像这种人吗 李娜 难道 你要把爸一生的心血 光手让人 哥 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 再说了公司的事情你从来也没管过呀 现在突然来过问 你不觉得有点不尊重我和少君吗 大哥 这样吧 我就老是跟你说 我要那个保险柜的钥匙 是因为外边有人大肆收购安氏工分 我是打算动用公司的资金进行反收购 以保证安家在公司的决策权 但是不知道大嫂为什么 一直不肯拿出这个保险柜的钥匙 我也是为了这个家为了安氏 才请你帮这个忙的 你们有什么问题 可以跟范鱼商量 公司的事 她是不会不讲道理的 就是因为大嫂不同意 所以才来请你帮忙的 不过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要不然你自己看着办 厉堂 你怎么会变成这副德心 你 那你为什么要一直背叛大嫂呢 大哥 大哥 我们也不想让大嫂知道 但是如果你实在不配合的话 我们真的很难做 算了 我看我们还是去找大嫂吧 他们俩的事 让他们自己解决 等等 我答应你们 好 唐阿姨你找到了吗 还没有 不过就剩最后一代了 肯定就在这代里呀 阿姨你手怎么了 没事没事 扎了一下 我带你去医院吧 不用 就这点小伤 还剩下最后一代了 找完就 别管了 这我回来接着找也行 你万一细菌感染就麻烦了 我送你去包栽一下 承华 承华 客长 我在垃圾堆那边没看见承华 连个人影都没有 什么东西 叫他找个东西半天回不来 原来是打混回去 他是不想干了吧 行 那我就顺他的意 让他回家放大嫁去 进来 总裁 您丢的那个U盘 找到了 对不起 没找到 不过您别着急 我们还在找呢 我一定严惩 那个把U盘丢了的员工 给您一个交代 有这个必要吗 东西丢了找回来 才是最要紧的 惩不惩罚人是其次 这怎么行啊 公司有公司的规定 这么不负责任的员工 必须得严惩 我非把他开除了不可 那你的意思是 东西是我丢的 我应该写辞职报告了 我哪是那个意思啊 主要是我已经给过这个员工机会了 我跟他说 只要把这个U盘找到 这事我就不追究了 谁知道他不但没去找 还丢下工作 忙自己的事去了 您说有这么干活的吗 行了 东西找到是最重要的 但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谁都会有犯错的时候 每次只要一犯错 就把人炒了那公司还怎么运作 我知道 总裁 主要是对U盘太重要了 里面都是商业机密 要是外泄出去 那会对公司造成多大的损失啊 况且如果我不惩罚他的话 怎么给其他那些工作认真的同事 一个交代啊 是吗 既然你这么坚持 那我也不说什么了 但是你要衡量一下结果 U盘丢了损失事有 但是再把人炒了 是不是就是双重损失 你自己看着办办 我知道了 我会有分寸的 出去吧 好 你先忙着 程华啊 幸亏你带我来医院了 好 医生说呀 我这伤口要不好好处理 要是演变成蜂窝性组织炎 那就糟了 要你陪我走这一趟 真不好意思 哪儿都坏啊 您是为了帮我才受伤的 我送您回去吧 哎呀 不用了 你看 原本是我想帮你的忙 结果反倒连累你了 你赶紧回去吧 时候不早了 被上面的人发现可就糟了 那 我先出去帮你打个车 不用不用 我能照顾自己的 赶紧走吧 那我先走了 再见阿姨 去吧啊 那我先走了 快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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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长 我让你找优盘找哪儿去了 我刚才找了 优盘 我没找到 什么叫没找到 我看你根本就没找 先是把这儿弄得一团乱 然后假装找得很累似的回来 我看你这么碍眼 你去当演员好了 科长 我刚才离开 你都说了 我也不想听 我们宋氏不应该有你这样的员工 幸好我派人盯着你 否则还真让人给骗过去吧 拿着 这是什么 辞职信呢 辞职信 你工作时间擅自离岗 又别瞎话欺骗上司 我当然得开除你了 我真的没有骗你 行了 你不要再跟我撞了 你这种人我不能不赶走 赶紧签吧 快点 就这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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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裁 承华为什么要辞职 因为优盘的事啊 其实 那个优盘是承华弄丢的 他把这么重要的东西弄丢了 当然要负责任了 而且他不只是把优盘弄丢了 他还擅自离港 按规定就是要开除的 他只不过是个新人 你口头警告几句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开除他 再说 他离开港会是不对 可你听过他解释吗 我有啊 我知道新人不容易 我还专门等他回来跟我解释 可是他回来什么都没有跟我说 就算是这样你也不应该开除的 要不然我今天早上跟你说的话 不都白说了吗 你冤枉我了总裁 我没有想要开除他 是他自己把辞职信交给我的 我估计他是实在不好意思 待下去了吧 而且我看他态度挺坚决的 所以我才同意的 其实我也不想这样的 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 不过说实话 我觉得程华虽然是个新人 但是一点新人的样子都没有 平时工作一点都不积极 同事们都很质疑他的工作态度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教他 行了 出去吧 我还得赶着重做企划书呢 是 对了 总裁 那个清洁工家里有事 想早点过来 可以吗 随便吧 好 爸爸妈妈 一人又让你们失望了 来 对不起 总裁 这个东西是不是你掉的 对对对对 谢谢 我找很久了 这个很重要 不用客气 等一下 请问你这个是在哪里找到的 就是在那个沙发椅子下面找到的 沙发椅子下面 整个办公室我都快掀翻了都没找到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那下面 总裁 这种事是常有的 我们的打扫工具也常常被人拿走 可是过几天啊 就会物归原位了 准是那些拿走的人突然想到 就放到原来的地方了 很正常的 好好好 谢谢 谢谢 不客气 总裁 好 谢谢 欢迎光临 先生 您要剪头发还是洗头发 请问陈化在吗 你叫陈化 他去上班了 你找他什么事 我是他上司 他今天跟公司请假了 我是从人事部那边找到这里的地址的 他家里是出什么事了吗 之前是有些事 但是现在没事了 怎么了吗 贝贝姐 这位是 我忘了介绍我自己 我是宋氏的总裁 我叫宋瑶 你就是宋瑶啊 我早就有一感你很帅啊 光听名字就很帅 没想到本人这么帅 美美 赶紧把冰箱的点心拿出来 一定要热情款待宋先生 不用了 不用了 好好好 来来来 这边坐 这边坐 来来来 坐坐坐 我看他如果不在的话 我改天再来 再见 多坐会儿吧 宋先生 就这么走了 我又不会吃了你 这么高水准的帅哥 就不来追我呢 宋华还爱离不离的 那时候问他总裁帅不帅 他还跟我说不知道 真是宝田天舞 都怪贝贝姐 你太美了 所以帅哥都不敢接近你啊 怎么说啊 你没听过美女配野兽吗 贝贝姐 你可是大美女 所以也就只能配野兽了 好啊 你再调侃我 你敢笑话我啊 看我怎么收拾你啊 不要啊 来 笑话我 我怕野兽 别人笑话我啊 他都掉掉了 你们到底要我做什么 其实事情很简单 我们想要霸的印章 和保险柜的钥匙 只要你想办法让大嫂 交出印章和保险柜的钥匙 那这些照片就不存在了 我真的要帮丽娜她们 拿到保险柜的钥匙吗 如果不帮她们 那范玉看到这张照片 又会怎么想呢 有了过去那些阴影 她一定不会相信 我去找小城 只是单纯的致歉 跟问候而已 怎么办呢 算了 丽娜再怎么说 也是安家的人 就算安氏落入他们夫妻的手术 也无所谓 我什么都不求 只求能有个安静的生活 雅康 有没有看到公司保险柜的钥匙 没有啊 完了完了 不见了找不到了怎么办 怎么会不见了呢 是这个吗 是是是 你看啊 你看啊 我真是没记性 这么重要的东西 我都给弄丢了 我得想个办法 千万不能再丢了 有了 穿在这里 这样就不会再丢了 要迟到了 我去上班了 拜拜 好 拜拜 郑伯伯 张叔叔 赵阿姨 谢谢你们今天能够赏光 我们呢 是看着丽娜从小长大的 她出面请我们来 我们能不来吗 谢谢三位长辈 能给我这个面子 咱们几个老股东 也想看看 这新上任的总经理 能给咱们公司 带来什么样的新气象 好 咱们先干一杯 然后我们大家 再慢慢地聊 来来来 首先我很感谢 今天三位能够赏光 一是给大家问安 再着呢 想请三位今后 多多支持晚辈 当然了 晚辈也不会亏待三位的 郑伯伯 我知道您儿子在国外 学国际贸易 往后呢 海外的投资 就交给您儿子了 张叔叔 公司对外采购的事 红利 多加百分之五 赵阿姨 您今天新投资的产品 明年将成为 安氏企业主推的产品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希望三位 在古东大会上 多多支持我们 来 如果三位同意的话 那我们就干了这一杯 郑伯伯 您怎么不喝啊 这件事呢 还得再考虑考虑 不好意思 我呢先去趟洗手间 来 来 张叔叔 赵阿姨 多吃菜啊 好 来 别客气啊 是 娜娜 你招呼一下 嗯 郑伯伯你笑得很开心啊 这个女孩挺好看的 宝刀未老啊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讲你 上完厕所应该洗手 洗完手应该关水 关完水以后呢 应该擦手 以后像这种小事 就让晚辈来做完 好吗 好吧 就听你的吧 合作愉快 我回来了 陈华 你不是老加班吗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 是不是提前下班了 箱子里是什么呀 没有提前 是我不干了 不干了 为什么不干了 没什么 大公司压力太大 我带不下去了 压力大 你老实讲 是不是那个科长 又钉带你了 当然不是 是我自己的 我自己带不惯了 明星也不说 我知道了 你该不会是因为 宋谣的关系才不干的吧 怎么会呢 说哪儿去了 不然他今天干嘛找上门啊 有帅哥找你 这可是稀奇事啊 这么帅的帅哥 也不介绍一下 是不是姐妹啊 你说宋总裁他来找我 他好像很关心你呢 他找我干什么 那还用说 但是追你啊 你该不会真的是因为他 才不干的吧 他根本不是这种人 也没有追我 瞎说什么呀 那是你神经大条 有眼睛也看不出来 他对你有意思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一来他是总裁 二来他长得帅 你要是嫁给他 你就是总裁夫人了 就是啊 花姐 到时候啊 你就飞上枝头当凤凰了 那我就是凤凰身边的孔雀了 你们这是哪儿跟哪儿啊 你们要是对他有意思呢 就自己主动一点 好好啊 那到时候 你就到我身边来当孔雀吧 妹妹 如果我当上了总裁夫人 这间店就送给你 真的吗 贝贝姐 真的啊 我太爱你了 小花啊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今天公司轮班 我正好是早班 所以忙完就回来了 轮班 办公室怎么会有轮班呢 不会是公司里面 有人欺负你吧 没有 公司一切都挺好的 公司真的有轮班 还有轮修呢 爸 你别想那么多了 没有就好啊 小花 你刚到人家公司工作 有什么不适应的 是难免的 忍耐一下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老伴啊 小花也不是小孩子了 这种事啊 你就别唠叨了 他刚下班回来 让他好好歇着吧 我哪儿唠叨了 你说这一天到晚的 见面的时间就这么少 我就不能跟他多说几句话了 说说说 好了好了 是我不好 平时也没时间陪你们聊天 我陪你们去散散步吧 好 女儿陪我们散步去了 妈 你慢点啊 来 来 小心点 现在这个总经理的位置 我算是坐稳了 这都是谁的功劳啊 这当然是你我美丽的老婆喽 这还差不多 大嫂 对不起 打扰你们了 有一件事我必须跟你说一声 坐一说 我已经查出 收过我们安氏企业股份的幕后主谋 这个人就是梁旭 梁旭 这个娇好安的什么心啊 现实利用我们骗了宋氏 现在又在打安氏的主意 这人就是个骗子 他不会安什么好心 我们要留意 看他还会有什么动作 那是当然 对了 大嫂 我上回跟你说的是 我还没有联系上爸 这件事 一定要爸点头才行 可是爸妈在国外 都已经关机了 我们联络不上 怎么办 可能是他们正在做身体检查 所以关机了 等一会儿我会再打他 看能不能联系上 可是这事迫在眉睫啊 大嫂 我看这样吧 大哥不是说 想带你和安琪去国外玩吗 你何不趁这个机会 直接找爸说清楚呢 这样呢 你们一家三口 不是也可以去度个假吗 我也想啊 但是目前公司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真的走不开 没事儿 公司不是还有我和少君的吗 再说了 大嫂 我觉得呀 你真的应该跟大哥 好好地培养培养感情呢 对不起 喂 雅康 什么事啊 什么 跟安琪一起出去吃饭 可是 大嫂 大哥好不容易约你吃饭 你快答应啊 不行啊 还有很多工作 不行什么呀 我来 喂 哥 对啊 你放心 大嫂一定会去的啊 拜拜 不行的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 我得加班 加什么班呢 女人应该以家庭为重 事业就让男人去打拼呗 大嫂 别让大哥失望啊 快去吧去吧 那好吧 那我就先回去了 拜拜 好 祝你们玩得愉快 亲爱的 这个女人真的不简单 这么短的时间 就查出收购股份的人是谁了 我们必须要加快行动 以免一场梦多 要不然我这个总经理的位置 恐怕真的坐不稳了 少君啊 你别急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咱们别自己乱了针脚 我相信哥 很快就会给我们好消息的 也对 这回就看他的了 干杯 干杯 叶康 结婚这么多年 你这是 第一次约我和安琪出来吃饭 其实一家人出来吃饭 对一个家庭来说 是再品尝不过了 只是以前我身体不好 不方便出门 最近我的状况好多了 所以以后啊 我会经常带你们出来吃饭 逛街 而且 你看 我机票都买好了 是吗 阿玥 我们一家三口 出国玩一趟吧 好啊 妈妈 这 雅康 让我这个做父亲 做丈夫的 弥补一下这些年来 我对你们的亏欠 好吗 好啊 妈 我们一起出国玩吧 爸 雅康 看到你今天的改变 我心里真的很高兴 但是 在爸妈还没有回国之前 我觉得 我还是应该先以工作为重 范园 别再管工作的事了 公司的事交给少君和丽娜负责就行了 而且 我们好不容易才能重修就好 我希望我们这种和谐的气氛 永远维持下去 把忠心放在我和安琪身上 好吗 爸把公司的钥匙交给我 我就有责任看好安市 公司有少君和丽娜他们俩 不会有事的 再说 你的精神状况 好不容易才好了一点 我不希望公司的事 给你过多的压力 答应我吧 妈 你就答应了吧 我好想和爸爸妈妈 一起出国去玩 安琪 给妈妈一点时间好不好 很快的 就吃完饭之后 对 不能太久 吃完饭之后 你就要答应我们 那好 那你能答应我今天晚上 多吃一点吗 等一下 喜欢吗 我帮你戴上 刚买的 不告诉你 好看吗 这条项链好漂亮啊 好看吗 好看吗 没事没事 我不是故意的 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 我带安琪去一下洗手间 好 没事的 走 没事的 好了 没事吧 没事 雅康 我敬你 谢谢你啊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对不起 我错了十年 不过我跟你保证 以后的每一天 都会像今天一样开心 好吗 干杯 干杯 喂 爸 好 我们会去接你 好 再见 爸又回来了 对 爸说要提早回来主持股东大会 听口气好像不太高兴了 好 总裁 总裁 啊 监控器的画面调出来了吗 调出来了 看看 你看 好 好 2 4 5 5 5 这是保险箱钥匙的木屋子 我先把话说在前头 这是我能做到的极限 再多是不可能的 谢谢 谢谢大哥 感谢你这么帮忙 我不是帮你 我是帮丽娜 我再跟你说一遍 你以后要好好对待丽娜 不要辜负她对你的真心 当然 哥 谢谢你啊 要不是大嫂太固执了 我们也不会这么做呀 你不会怪我吧 丽娜 你知道的 你知道哥是护着你的 要是你自己去配 可以把那些照片给我了吧 好 全在这儿了 这回你该放心了吧 你不会另外还有备份吧 怎么 你连你亲妹妹都信不过吗 好 哥也只能相信你了 好 你咱们会儿拔着 一会儿来了去敲两下 好 你快一点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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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